没想到那个瘸子竟可以娶到如此绝美人爱 本王怎么不记得北明国有这样美貌的公主 你是大元森红子 不错 难道你见过本王 我想离开皇宫 离开北明国 这天下还没有本王做不到的事情 太子 好一个一言九鼎的北亲太子 信誓旦旦说不会骗我的北亲太子 你是故意的 太子男人大丈夫都可失言 那么又何况我小小女子 杨志恒 我不会放过你 绝不会 火城风 你言而无信 上天都要报应你 你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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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坏人 你是坏人 你杀死了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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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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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身子向来不好 如今天下初定 陛下却西下无子 难免招人议论呢 皇后可要好好调养着 花旁 歇论呢 太好了 唐世言 带志恒先走 不行 带志恒走 这是命令 唐世言 叫你的兄弟都撤到其他船上去 这船要沉了 你又不是我的女人 凭什么对我发号施令 你 你刚才是故意放我们走的吗 你是故意 要我死在志恒的手里 不错 李昭南 我定也要你尝尝这种滋味 住手 六哥救我 救我 不要不管我 求求你 求求你 杀无射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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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恒 我们走吧 我们回家去 赵南 这一次都结束了是吗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一夜黄飞 作者 悠然 演播 夜离 后期制作 野心 第一集 夜幕 如一匹浓黑的枝丑 铺沉天际 活缩的柳丝间 鼓噪生生喜悦 悠扬的长笛 吹奏出北民国九公主大荤的笛声 生肖绕梁 丝竹不息 树叶 丞相府的鲜红喜庆几乎点亮了整个夜空 高挂的大红喜灯 铺排扬成整条长街 红色喜仇 依次皇宫支沉丞相府洗房门前 前来道贺的人群依然络绎不绝 丞相府中举袖为云 弱大的丞相府 人们相互寒暄 推杯换盏 浮躁的华美 令人忘记了今天大婚之人 乃是北民国堂堂公主 杨志恒 这场婚礼 丞相府煞费心机 齐珍一宝 满目琳琅 与之相应的却是九公主可怜的陪嫁品 仅仅只有一只红青木香 洗房中 杨志恒默默地坐在床沿上 透过喜帕的缝隙 他看到丞相府奢华的清玉石地板 他知道 丞相在北民国的地位 举足轻重 皇帝的圣旨之上 若没有丞相的批示 便如同废纸一张 祖宗留下的规矩 赋予了丞相太大的权力 故而 便连皇帝也要忌待三分 所以 即使当朝丞相赵康年之子 赵玉卓因年少舵马而落下腿脊 依然可以迎娶到北民国角色的公主 Sisters 为什么偏偏忌 为什么偏偏是我 杨志恒想着捏紧真绣金边的衣袖 那灿金的颜色令他的眼眶酸色不已 红色是血的颜色 而金色却只属于黄橙 只属于那冰冷无情的宫具 正想着,门声豁然响起 杨纸横一惊,眼看着一个人慢慢走近自己 紫色暗纹盘云下袍 在照亮灼光下,有显得奢侈华丽 这,不是赵玉卓 赵玉卓走腿微薄 且今日他该身着一身鲜红喜色 杨纸横正于开口,便觉眼前豁然一亮 字幕的烛灰里是男人惊艳的目光 眼前女子一身大红喜福 条金丝落侠披,业绩尾夷 大红色织紧衬得女子敷若白瓷 脆带如云似雾 红唇妩媚寒朱 流金彩蝶钗斜叉乌云 似雾落枝亚 幼似展翅玉飞 卷似牡丹栩栩如生 妖娇角色可倾国城 没想到 那个瘸子竟然可以取到如此角色美人 来人并无太大酒气 他神志清晰静眉微挑 一双眼深黑如潭 鼻翼挺拔若横根在双眼之间的屏障 令他眼色更显明 脸阔更有凹凸冷角 冷静薄伯唇微微颤抖 明明俊美的人却透着一股寒心邪气 杨纸横云云 大元三皇子 捏着杨纸横白皙下额 杨纸横闪身躲开 他唇角却扯出一抹轻薄的笑 目光在他婀娜身量上肆意游走 杨纸横看着他 他对他多少有所耳闻 他是大元朝三皇子李昭南 年纪轻轻便得封翼王 号天将军 听闻李昭南十四岁争扎沙场 九死一生 斩功赫赫 是远近各国文明丧胆的催命福 近年来 大元朝更号称天朝 便与这位功无不克的皇子 不无关系 与他战功齐名的 还有他暴虐成线的脾气 杀人如麻的双手 冷血好色的传说 抛开战场 他可谓声名狼藉 远想着 这等自战火中走来的男人 该有怎样的鹦鹉行资 赫赫轩傲 于是一年前杨纸恒 趁着他到北民国游山玩水 偷偷看过他一次 第一次见到他 他才发觉 他的眼里并没有太多血腥 脸阔亦不似刀刻俯瞰 他的相貌反而细致地 似一张刻意描绘的图画 却又不失气感 那时杨纸恒感觉 传言未免有失 可是今日 面对眼前目光越发放肆的他 他却真真信了 盯着我看看什么 李昭南渐渐走近他 杨纸恒重新退到床边 轻孔无言 李昭南修长的手指 划过杨纸恒细腻的脸颊 太可惜了 他嘖嘖感慨 这样的美人 尾声给一个废人 实在可惜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叶黄飞》 身子忽然被紧紧孤住 杨纸恒大惊 却被李昭南 及时捂住嘴唇 杨纸恒惊灵地看着他 泪光闪烁在烛灰里 他看着李昭南 看着他灼灼燃烧的目光 李昭南清秀他身上 富裕清香 极是享受的称赞 北民国以香料闻名 果然名不虚传 他双目微眯 呼吸变得急凑 那么 就让本王来鉴赏鉴赏 公主身上用的 是何真气 一语未闭 杨纸恒垫随着他 倒在柔软的红色洗床上 鸿慢豁然低垂 朦胧中 杨纸恒感到肩上一寒 初春 风微微拂进窗缝 他的目光 似触结了人间 最难得一见的美誉 拙劣中 带着欲要据为己有的狂放 他松开捂住杨纸恒的手 杨纸恒尚未自惊讶中回神 虽说北民国不比大元朝强盛 可他亦不敢想象 身为他国皇子的李昭南 竟敢如此肆无忌惮地凌辱一国公主 你 杨纸恒才出一声 便被他热烈地唇含住 一波撕裂的声音随即入耳 杨纸恒眉心微醋 身体在李昭南粗暴地挑逗下 逐渐烧热 呼的 他猛地抬起头来 只见身下女子 原本柔似春水的眼中 不欺然涌动一股寒意 他的目光随之缓缓下移 只见胸口处 一只鲜柔的小手 用力抵着一柄尖力短刀 短刃露出衣袖一寸 寒光令人周身一颤 但终归只是一瞬间 自战火刀剑中生存下来的翼王 怎会被这一柄小短刃而吓退 他勾吹一笑 大婚之日还带着如此力气 可是不吉利啊 他轻轻推开 他握着刀柄的手 很奇怪 那只手刃由他推开 并无太多反抗 李昭南望着身下衣衫凌乱的新娘 他的眼睛里已经褪血了惊恐和慌乱 有的只是冷漠 他顿时觉得奇怪 你为什么不叫 杨纸行默然地看一眼虚眼的房门 你能带我走吗 李昭南已惊 万没有想到杨纸行会出此一言 他略微征松 随即笑道 你不想嫁给那个瘸子 杨纸行不语 他心里的苦楚 何止于此 李昭南这才发现 堂堂公主的洗房里 竟没有一个人伺候着 甚至没有贴身的丫鬟 门口也并无守卫 这未免太过反常 外面的喧嚣与热闹 更趁得洗房中清冷无比 难道有阴谋 我想离开皇宫 离开北明国 正想着杨纸行悠悠开口 李昭南眉心一蹴 杨纸行淡漠的面容 在一片红光隐匿中 格外妩媚 他将手中短刃搁置在身边 纤细的手指 撩开身上凌乱红伤 锦绣抹衣 随着鲜线玉手滑下 春光乍现 静白如玉的肌肤 足可以媲美任何一件 国宝珍奇 李昭南目光灼灼 直直盯着他 杨纸行柔弱的眼里 却透着异常坚决的光 你可能带我离开 李昭南不可一直 呼吸地紧促 双手俯上他光滑细致的肌肤 此刻他感觉浴血沸腾 即便果真是个阴谋 他也要毅然决然地跳下去 这天下还没有本王做不到的事情 李昭南豁然俯下身子 恨不得将身下的女子 收进骨血中 他激烈地掠夺他每一寸光洁的肌肤 迫不及待地落上他的印记 杨纸行柔发凌乱 眼神迷离 这个陌生的男人 这个迷一样的男人 就这样侵占了他仅有的一切 便如他在战场一般 攻城掠地 催城拔寨 毫不迟疑 此时此刻 他们竟忘了身处何处 忘记了房门 只是微微虚掩着 一桌 那边徐大人的酒还没净呢 怎么就跑到这儿来了 就这么心急吗 门外突然传了赵康年的声音 李赵南猛地回头 红烛高烧 照进门外一双人影 父亲 乙卓 你这是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赵康年的声音有些疑惑 李赵南低头 看着怀抱中的美人 杨者横相栽宁烟 他看着她 细细渐渐舒缓 适才的惊涛骇浪 在她的相栽美眸间 已然销声匿迹 剩下的 只是彼此凝谋的试探 与猜疑 你会带我走 对吗 杨者横的声音极轻 带着微微娇喘 李赵南点头 不日 本王便会前来迎娶你 回大元朝 花音未落 李赵南便起身穿衣 紫色暗纹盘云袍 罩在她强健的身体上 她的伟暗与轩昂 被这身衣服 遮掩得太过完好 以至于看上去 不那么真实 门外 赵康年还在 与赵玉卓说着什么 李赵南回头看她一眼 似笑非笑 杨者横微微起身 为其反应 并只见她忽然转身 推门而去 只横一惊 李赵南明知道 门口有人不是吗 她以为她会跳窗 或是躲藏在某一处 但人生过后 再出门去 可随即 她便明白了 李赵南是何等之人 她早已习惯了 高高在上 圣谢灵人 岂能偷偷摸摸地走开 即使要走 也要光明正大的 走出这个房间 也好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夜黄飞 作者 悠然 演播 夜离 后期制作 野心 第二集 突然开场的房门 月色洒进竹灰之中 清冷里 甜了火热 格外有一种异样气氛 李赵南面无表情地走出喜房 迎着赵康年惊异的目光 他满面红润 演不去眼里 质得一满的春光 带着震震女子的香气 和熏香的淡味 看赵康年 与赵玉卓一眼 平静如常 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静止离开 途经赵玉卓身边 眼眉皱然一挑 丑公子好福气啊 九公主 可真是人间少有的绝色女人 她的声音极低 却好似刺进赵玉卓心里的一把尖刀 丞相符依然喧嚣不止 夜色下 格外有一种 透骨的寒意 李赵男嫡笑两声 扬长而去 她的眼神 却留在月色银白的双灰里 鄙夷而不屑 赵玉卓脸色赵玉卓 赵玉卓脸色煞白 紧紧攥着双拳 玉卓 难道 你 你站在这里 就是 赵康年不可置信自己的眼睛 真是 真是家门不幸啊 赵玉卓默认地吹下头 红色喜袍在夜风中微微荡动 却如何也挥不去 李昭楠那嘲讽的眼神 他恨自己 恨自己并非健全 始终配不得九公主的清诚绝艳 一边的侍女小善 端着盘子徐步走来 看见赵玉卓苍白的面容 略微一惊 随即到 小善给公子道喜了 赵玉卓抬眸看他 那从来清静的眼里 却凭空多了几许浓浓的恨意 小善一惊 公子 赵康年大叹一声 连忙抢身至房间内 只见地板上滑贵的洗服 平铺在地上 洗床上红曼背风掠起 香风阵阵 飘渺 途明 杨纸衡指着了红色内裙 坐在层叠错落的红绸间 鸟鸟戏烟中 他足可倾国的容颜 泛着淡淡飞红 长发洒落在一片红色中 眼里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痛悔 亦或是惊恐 有的竟是挑衅和嘲弄 你 你 赵康年气得全身发抖 直指床山衣衫不整的杨纸衡 小山连忙扶住他 陈相 小山亦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一幕 新婚之夜 新娘竟被如此公然地凌辱 而新娘的脸上却没有一滴泪痕 我 我要去禀报皇上 我要去禀报皇上 奇耻大如 奇耻大如啊 赵康年拉住赵玉卓 玉卓 走 跟为父一起去找皇上要个公道 父亲 可否要我与公主单独谈谈 赵玉卓的声音淡淡地 偷着与他眼光一样的清静 苍白的面色也似乎恢复了平常 他看一眼小山 小山 扶父亲回去歇息 暂时不要惊动了外面的宾客 玉卓 此等淫妇 你和他有什么好谈的 赵康年口不择言 杨纸衡 冷眼旁观 父亲 请留一丝尊严给我 可以吗 赵玉卓看着父亲 攥紧双全 赵康年怒气涌上头顶 可望着儿子悲伤的面容 终究还是咬着牙 甩袖而去 可是这件事情 他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赵玉卓将房门紧闭 他一步一步 踏着散落在地上的大红起伏 走到床沿边 他伸手撩开红脉 望着里面朝思暮想的人 仰着绝情的目光 清静眼里的悲伤 如倾泻的流水 可照见的却是杨纸衡 绝绝的灭肉 他没有强暴我 杨纸衡先眉为羊 赵玉卓却只是淡默地 垂下眼睛 我知道 你知道 杨纸衡疑惑 赵玉卓点点头 我也知道 你根本不想嫁给我 九公主爱的人 十六殿下 杨纸衡骤然争松 这个深藏在自己心里 长达十年的秘密 他小心隐藏 从不曾表露半分 他又怎么会知道 其实 九公主没有所爱之人 九公主如此角色 也并非玉卓配得起的 赵玉卓的眼睛 落在自己残结的腿上 他的手紧抓住 遮掩着他残缺的衣袍 公主 玉卓不在乎公主心里 是不是有玉卓 也不在乎 赵玉卓没有说出口 和杨纸衡却懂得了 他突然 他突然披衣起身 将长发 用一根叠拆 刺一碗了 地身剪切 散落在地上的喜福 简单整理了妆容 他回身看着赵玉卓 不可否认 若非他的一条残腿 赵玉卓的确是 优雅轻易的高贵公子 天然风度 丝毫不讯任何皇族贵胄 何况他的身上 还有着那些皇族贵胄 不可比拟的轻雅气质 可是 无论如何 他都是轻易摆弄了 他命运的人 和皇宫里的那些人 没有区别 杨纸衡看着他 冷声道 可是 我在乎 话音未落 杨纸衡推门而去 流荡的夜风 肆意吹开女子 急腰长发 透过宽敞的衣襟 含义直逼击鼓 杨纸衡知道 他不该把他的怨恨 全部发泄给一个无辜的人 只是在这场操控中 赵玉卓也未必无辜 他冷冷地笑 眼泪终于夺狂而出 他知道 过了这一夜 自己将面临怎样的审判 而那个夺起他真结的人 也未必可以献少承诺 带他离开这黑暗的牢笼 可是 他第一次尝试到了 报复的快感 尽管 他付出的 是一生再也难以弥补的代价 赵玉卓一搏一搏地追上他几步 他多么想抓住他 拉长在回廊内的背影 可他残疾的腿 追不上他的脚步 更抓不住他的心 当他在门缝中 亲眼看到了那不堪的一幕 当他听到杨纸衡心甘情愿的一句引诱 他的心便被杀死了 喜房内的匕首 是他原本为他而准备的吗 九公主 你可知道 如果你要我死 只需要一句话而已 又何须匕首 我也许是这世上唯一了解你的人 所以纵使我知道 我有多么配不起你 依然求取于你 只希望带你离开那没有空气的宫去 可我不知道 你要的竟然是离开北明国 赵玉卓骤人心痛如脚 却只能看着他离去 九公主大婚之夜 身着喜福独自回宫 赵康年不堪其辱 朝堂之上公然发作 一时激起千层浪 九公主大婚当晚 遭大元朝一王凌辱一事 只需半日 便在宫内宫外沸沸扬扬 杨纸恒独自坐在宫中 只有母亲来过一次 寒泪鼠说了他的不是 他又叫他丢结了颜面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夜皇飞 他的母亲本是杨城水泄的一名歌姬 父皇巡视杨城边郊 偶遇母亲将母亲带回宫中 封为歌匪 百般恩宠 只是杨纸恒不懂 自他出世 母亲眼里便愁愁难觉 看着他的眼神 总是充满矛盾 有时他甚至不想见到他 尤其在年节盛宴之时 他更不愿他出现在眼前 而父皇他更是未曾见过几面 每次见到只记得他的威严 从不曾见到他有过半分笑容 但听说父皇是极爱笑的 从小亲自教习十一公主 亲戚书画诗词歌赋 十一公主 杨纸恒的亲妹妹 朝阳公主 杨纸恒 是这皇宫之中 最受恩宠的公主 高贵万般 受人赞誉 自小杨纸恒看见妹妹 都要褪比开来 为妹妹让路 杨纸恒的眼睛 一向只是从他的头顶掠过 从未曾叫过他一声姐姐 他独自住在 远离后宫的吴臣宫 吴臣宫本是一座冷宫 阴冷昏黑 周边高可参天的树木 遮盖了这座宫阁的整片天空 他只有一个侍女云儿 年结之时 才会分到一匹别人挑剩下的颈布 只有他和云儿一起 将布料制成衣裳 他不明白 为什么他明明是公主 却是唯一未得到封号的公主 为什么 他明明是父皇和母妃的女儿 却遭到皇宫上下的唾弃 便连宫女太监 都不将他放在眼里 实际上 在整个皇宫中 他似乎都是一个异类 自小 所有姐妹兄弟 都不愿与他一起 不曾称呼过他的名字 甚至没有人和他说话 除了六哥 父皇第一次与他主动说话 便是告诉他 丞相之子求取于他 然后便离去了 然而 那时 他甚至只见过赵玉卓一次 只记得 他是一个脖子 而昨夜之后 在希望的浅浅里 李昭南答应 不久便会迎娶他去大元朝 他知道 他不可尽信 可是 他只能相信 只能在阴冷的吴臣宫里 默默等待 自此 九公主三个子 更成为了整个北明国的笑领 成了北明国皇室的 最大耻辱 然而北明国弱 不可与大元朝相抗衡 一切终究只能忍下 为了抚平丞相的怒气 北明皇帝下旨 将十三女灵 杨公主 杨纸恩 许婚于赵家 明年晚婚 杨纸恩的母妃 洛淑妃 哭红了双眼 女儿不过十三岁 却已经注定下半生 将要伴着残疾的丈夫 只怪自己不够得宠 牵累了女儿 只横一个月 未敢出吴臣宫一步 她知道此时此刻 皇宫上下皆对她 鄙夷憎恨 使她要一向清高自喜的 北明皇室丢卸了颜面 使她要整个北明国 沦为他国嘲笑的对象 但这阴冷的吴臣宫呆的酒了 终归逼门 这日她带着云儿随意散步 她知道这个时刻 宫中来往之人最是稀少 公妃公主们大多在歇息 而父皇大概是在朝上 亦或在养恩殿 父皇还算是勤政的君王 北明国虽小 百姓却也安居乐业 加上远近文明的香料 国类不强却也算富足了 杨纸恒夺步在花园中 初春阳光明媚 海棠花香富裕香浓 远处桃花林粉白相挫 结似素性 茫茫桃花雪 纷纷跌落在柔软的春风中 心绪不禁舒朗了许多 杨纸恒望着那一片绝艳桃林 却不敢走近 尤记的十岁那年 她误闯入那一片桃林之中 折了苏菲的一枝桃花 被苏菲罚跪在大庭广众之下 途径的宫女与内奸 皆低头轻笑 姐妹们更加刻意 来到桃林肆意侮辱于她 还好是六哥向她的母妃苏菲 求了情 扶她起来 对她说 回去吧 九妹 九妹 这座皇宫中唯一叫她一声妹妹的人 想着不禁心内酸愁 你在这儿干什么 身后传来洛淑妃尖虑的嗓音 纸恒回头 只见洛淑妃一身闭塞滑伤 力谋威扬盯着杨纸恒 好似在看一个仇人 纸恒知道她的心中怨气最多 由于自己的关系 无辜牵累了她的女儿 十三公主林阳 十三公主林阳性子柔稳 虽一如别人不曾与自己亲近 但亦不曾欺辱过她 想着 纸恒微微垂眸 低身道 参见洛淑妃 自她出生 她便学会了卑躬屈膝 委屈求全 甚至让整个皇宫 忽略了她的美貌与存在 洛淑妃不作声 只是高傲地走过她的身边 看着云儿 云儿 前些日子 你们九公主出嫁 你不是跟了十一公主 怎么又跑回吴城宫了 跟着这个害人静 苦日子还没过够吗 云儿轻声说道 九公主 总需要个人伺候的 九公主 洛淑妃 夺不回纸恒身边 好个九公主 果然 和你的母妃一样下见 纸恒身子一阵 抬眼看向洛淑妃 洛淑妃仰着眉 眼神却偷地 看向另一处 淑妃妹妹 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纸恒回身看去 是叶贵妃 心上不自觉一脸 叶贵妃是宫内 出名的毒蛇 她的到来 便意味着风暴 纸恒后悔 出了吴城宫 只是她不曾想到 一时隔一月 宫人们仍旧不能放过她 是啊 这恐怕是自北明开国 皇室最大的耻辱了吧 叶贵妃看着她 忽然一笑 淑妃妹妹 九公主 你们都别站在这儿了 明儿个便是六殿下的生辰了 淑妃叫我们今儿个先去 各宫的皇子公主们 也都去了呢 洛淑妃不甘地 瞪纸恒一眼 好 那我这就随姐姐一同去 纸恒为两位妃子 让开道路 叶贵妃却突然停住脚步 看着纸恒 怎么 九公主不去吗 苏妃 可是请了所有人的 纸恒心一颤 低头说道 苏妃娘娘不曾邀我 只怕惹了娘娘不高兴 哪有的事啊 叶贵妃竟搭住了纸恒的手 纸恒一惊 抬眸看她 她的眼里细着笑 宛如春风 酿起了眸心 只是纸恒全身发寒 一起来吧 叶贵妃又加上一句 见纸恒不动 随即板起了脸口 怎么 不给我面子是不是 志恒知道 她可以不去 更加知道 叶贵妃没安好心 可是 她望着不远处的桃花林 旁边的路由宫里 住着她心心念念的六哥 那个唯一肯叫她 一声九妹的人 她承认 她终究迟疑了 只因着她这一点迟疑 叶贵妃便拉了她铜去 云儿欲要阻止 却被叶贵妃一个眼神逼退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夜黄飞 作者 悠然 演播 叶梨 后期制作 野心 第三集 杨纸恒自小 除了进过母妃的春暖阁 再未进过任何一位嫔妃的宫里 她知道 没有人欢迎她 洛幼宫 富裕的桃花雪 徐徐浮面 芬芳 清香扑鼻 惹人一阵神亡 杨纸恒随在洛书妃 与叶贵妃的身后 云儿小心地跟着她 当她踏进桃花林的一刹那 那桃林内原本的热闹 便戛然而止 杨纸恒始终垂着头 直到一个寒冷的声音响起 你怎么来了 我有请你来吗 那个声音渐进 纸恒的目光 看见茶色的裙摆 在眼前停住 九公主 做人不能这样不要脸 我记得 我可是没有叫任何人请你来 谁许你 踏着我这洛幼宫的 是苏菲 十岁那次 她记恨至今 也许不是记恨 只是 所有的人看见她 都想要发现他们 机遇在心里的不满 贵妃姐姐 是你带她来的 她声音尖渴 夹杂着不悦 叶贵妃忙到 哪有啊 她乐意跟着我们进来 难不成 我撵她出去不成 这儿又不是我的唐月宫 是不是啊 苏菲妹妹 苏菲连忙搭话 可不是 这人要是生得见呀 认谁也没法子的 那 可便不要怪我下竹颗令了 请吧 九公主 苏菲对着纸恒 面容冷酷 纸恒紧紧 钻着衣袖 她明知道 不该来自取其辱 可是 她很想看六个一眼 哪怕 只一眼也好 她鼓足勇气 缓缓抬头 直接落雪的桃林中 各似一样的目光 交汇在自己的身上 其中最是冰寒的一个 不是苏菲 不是贵妃 亦不是苏菲 而是 自己的母妃 歌妃 与母亲目光相处 只恒心中一记 母亲冰冷的眼神 嫌恶的目光 几乎摧毁了 她残存的意识 她连忙转身 避开那道目光 这一次 她再次更深地体会了 母亲对自己的憎恨 尽管 她不知道为什么 真是太好笑了 以为上了翼王的床 就能一步登天了 真是下贱 就是啊 那个翼王可是聪明的 好色之徒 风流子 只怕这时候 正抱着哪一国的美人呢 哎 国之不幸 真是丢进了 我们北明国的脸面 哎 有一个月了吧 人家大元国 一点表示也没有 哎 还能怎样呢 我们北明国小利弱 终究只能忍下了 这不知使了什么 狐媚手段 看来 是有其母必 也有亲女啊 身后议论的声音 声声高涨 画风转向歌飞 纸横随即听见 母亲尖利的一声 站住 纸横站住脚步 颤颤回首 母亲绝美的面容 滑贵的群伤 目光却冷如寒霜 跪下 谢罪 纸横大惊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谢罪 在这儿吗 他兴谋威宁 看着母亲 即使自己要谢罪 却也不该是在这里 由这些人主持 他看到桃花落出 或并排 或围坐着各宫的妃嫔 公主 也包括凌羊公主 杨纸恩 和坐在母亲身边的亲妹妹 昭阳公主 杨纸涵 众人的目光投过来 或鄙夷 或幸灾乐祸 见纸横不动 母亲富有一声利和 跪下 叶贵妃见状忙道 歌妃妹妹何必如此动气 要她去了便是了 说着她笑盈盈地走进纸横 纸横侧毛看她 一双寒水信眼 几乎淹没她嘘啸的嘴里 我倒是没注意呢 这九公主的衣裳 还是怪好看的 听说都是自己做的 叶贵妃伸手 撩起指横四衣 指横连忙按着贵妃的手 贵妃娘娘 叶贵妃眉眼微调 含笑看她 却阴阴冷冷了 看看又不妨事儿 在李昭南面前都拖得精光了 还怕人看吗 她果然够赌 说话如此露骨 杨指横满面羞愤 却只怕此时反抗 只能诱增羞辱 泪水积蓄在眼里 模糊了满目飘摇的桃花雪 贵妃用力扯下她 丝指披衣 露出足可圣血的白皙细间 片片桃花叼落在尖头 顿时失色 变雷那香似乎已暗淡了 众人有一瞬间凝眸 她们或许从不曾发觉 住在吴臣宫的九公主 竟是这样绝色的美人 叶贵妃细细看着她 眼神却渐渐趋于冰冷 果然是够风骚的样子 心好像被千百双手抓住 一起用力拧干了心头的血 一滴滴的流血而亡 只横将被撕扯下的披衫紧紧拉着 遮掩住一颗流血的绝美春色 在座的不仅仅是公妃公主 还有各位皇子 只横可以感到 他们或惊艳或贪婪的目光 却无能为力 她只有色缩着身子 披衫被贵妃扯坏 她只能紧紧攥住 不敢放手 她咬唇人类 只想马上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回到那阴冷冷的 却可以庇护自己的无成功 哎 戈妃 算了 就当没生这个女儿 这么下贱不要脸 做了那样的事情 还敢到处招摇 真以为自己是一王妃吗 一声声如刀割一般 周边惊笑的目光 嘲讽的眼神 恶毒的附和 令阳指横感觉一阵晕血 身子一软 向一边倒去 一个人稳稳撑住了她 她抬眸看去 本以为是云尔 却意外撞见六个清明的目光 她心头一热 事才因流血不止 而凉无温度的心 再度回暖 似乎找回了一丝 一点的暖意 母妃 六皇子杨元克 眉目清朗 鼻弱玄胆 脸阔分明俊朗 透着逼人英气 杨元克向苏妃行了礼 又向贵妃笑道 贵妃娘娘 何必动气 说着 目光转向杨指横 指横泪光里 看见她的笑影 泪水流下 已抑制不住心酸 不过 还好 上天终归待她不薄 要她见到了六哥 也不枉她此来自取其辱 九妹 你先去吧 明儿够我生辰 母妃非要大半 我会令人将酒果 送到吴晨宫去 六哥的声音 依然清润 仿佛这流淡的春风 指横看着她 许久却只是流泪不语 她可以想象 此时自己的难堪 纵使有千百般的不舍 终还是转身而去 她不该来 可是 她见到了六哥 她该来 可是 她受尽羞辱 母亲 为什么 你对我 竟没有一丝一点的恋爱 哪怕只有一瞬间 哪怕 只是一个眼神而已 旁人的冷嘲 热讽也便罢了 可为什么 从小你便要这样对我 你身边坐着的杨纸 还是你的女儿 难道 我不是吗 为什么 你疼爱的 却只有她 杨纸恒跑回吴晨宫 一整日没有说话 云儿看了 只是心疼 饭材端来又热 热火又端 杨纸恒却一口也没动 四日 杨约克果然一言 送来了果品酒水 糕点 糕点佳肴 云儿惊喜万分 这许是吴晨宫出现过 最是奢侈的饭菜了 杨纸恒中究微微笑了 尽管那笑苦涩涩的 她吃了送来的东西 仿佛那里面有六哥的味道 夜晚 月一冷 深处有浓墨式的阴森 吴晨宫参天大树 随夜风呼啸 今夜 怕是要有一场甘霖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夜黄飞》 云儿 陪我去赵婉婷 纸恒拿了很久以前 用节省下的 她可以找到的最好的磁线 亲手缝制的香囊 向宫外走去 今夜 她着了一身素节白裙 虽然她没有华美的衣饰 可白色 总是能凸显女人的妩媚 她是知道的 云儿跟在她的身后 她知道 公主决定送出那件 藏了许久的礼物 从前 她一直不敢 今天 六皇子不顾宫中 闲言碎语 送来吃水与公主 显然多少迷合了 公主心里最深的伤口 赵婉婷 每晚 风雅的六皇子 皆会在此抚琴一手 而今夜 纸恒却没有听到 幽婉的琴声 她一步步急促地 跑向赵婉婷 却在接近的矮琳边 停下脚步 矮琳包裹了赵婉婷 杨纸恒他人看见 故而抄近路前来 任凭之鸭 格瓜他最真爱的一群 只为了 能够见到他 六哥 怎么样 这是我为你亲手 绣的香囊哦 那个娇俏的声音 属于 纸恒的亲妹妹 杨纸恒 纸恒倾挪脚步 进一步靠近赵婉婷 六哥的声音 依然那样好听 没想到 我的十一妹 不但琴琴说话 冠绝后宫 秀宫也如此精湛 那是自然 为了六哥 我特意要母妃教的呢 这丝线啊 可是年初我向父皇讨的 都是去年南越国 使臣来世代的 名贵得很 还有这香料 可是我北民国最珍惜的 万血红 怎么样 纸恒可以想象 妹妹高贵的样貌 今晚 她也一定划身云服 红妆娇艳 纸恒暗暗低头 看着手中寒酸的香囊 甚至凑不齐三种颜色 香料 也不过是 吴城宫附近的野花 晒干的而已 心 骤然绞痛 在妹妹面前 任何时候 她都是卑微的 我就说 我没有白疼你 自小 我最疼爱的就是你了 六哥的一字一字 说得清楚无比 可这为何吗 杨者喊道 五只 说来听听 六哥笑道 你是整个皇宫最高贵的女人 你经秦义 通书画 诗词歌赋 轻舞曼妙 谁能急得上呢 六哥 六哥就会逗我开心 只寒笑得胶中待休 纸横的心 却随着一点点破碎 脸颊上 有冰凉的东西滑过 随而 一滴滴 打落在裙伤上 下雨了 赵婉亭中 六哥脱下了披袍 为止寒遮雨 自己却淋着冰冷雨水 两个人向宫内跑去 夜浓 深思苦沫 杨者喊看着那一对 双双离去的背影 心被瞬间撕碎 他咬紧嘴唇 回想着六哥说过的每一句 是的 六哥自负风雅 文武双全 自然喜爱的 定是多才的妹妹 而若论才学 放眼后宫 谁又能出 父皇亲自教授的 招阳公主之用 而我这个九妹 自想没有任何人 教习过我歌舞秦迹 只有一个师父 教习了我认词 和简单的诗词 皇家 终究不容许有一个 大字不识的公主 然而其他的 我再不会了 就是这刺绣 也是云儿教的 雨 紧接信誉 淋湿了 纸横 纯白衣裙 云儿轻声说道 公主 她声音哽咽 没能说下去 纸横却回眸一笑 淡淡说道 走吧 那珍藏了许久的香囊 掉落在地 被雨水打湿 云儿看了一眼 犹豫道 公主 这 走吧 纸横面色惨白 绝望的眼神 令云儿 豁然落泪 公主 她慌忙逝去 纸横忧伤苦笑 壮似若无其事地 转过身去 云儿 随在纸横的身后 雨水瞬间 打湿了纸横 纯白的衣裳 夜色无光 冷雨纷纷扬扬 肆无忌惮 纸横的泪水 一随着纷纷滴落 在这场雨里 肆意打湿脸颊 只说春雨贵如油 却不知春雨 亦可寒透人心 夜依然浓黑得深 春雨洗不亮夜空 纸横回眸 再望那曾经寄予了 无限期望的赵婉婷 无内俱伤 她知道 自此在这座皇宫中 唯一的温暖 已在这场春雨里 寒透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夜黄飞 作者 悠然 演播 夜离 后期制作 夜心 第四集 寒雨落了一夜 静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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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发披散 独立在窗阁边 一夜未眠 清凉春风 荡开墨发 眉间 胭脂退进 围雨 惆怅万端 公主 云儿清欢 歇息下巴 您这样会受寒的 纸横转身 端着热茶的云儿 倒吸一口凉气 脱口而出 公主 您的脸色 云儿的嘴唇微颤 目不转睛地盯着纸横 苍白憔悴的面色 心疼道 公主 您快歇歇吧 下河都坚瘦了 只是一夜之间 竟可憔悴至此 云儿自是知道 这其中缘由 公主在这座皇宫之中 唯一可以令她坚强的人 只有六皇子 然而六皇子最疼爱的 却是眼高于顶 盛气凌人的昭阳公主 她亦懂得公主的自伤 自认比不得昭阳公主半分 鲜血束手 腹上枯瘦的容颜 只横眼神一阵恍惚 悠悠说道 去取痛静来 云儿一言作了 痛静之中 倾国容颜 颜色萧瑟 红妆冷透 透露着的是 整夜的苍白憔悴 拿下去吧 眼不见为尽 只横退下 昨夜一身 皱丝白伤 被冷雨交透的裙伤 越发冰冷 她换上一件 烟飞色绸衣 绸衣宽大 越发显得她娇小动人 云儿正欲言语 却听门外有响动 此时并非午膳时间 早膳已有人送过 而无尘宫中 向来无人往来 会是谁呢 只横一疑惑地 望着门口 云儿忙出门去看 即使是春光 浏览的清晨 无尘宫 依然是冷森森的 云儿远远望见一个人 却大惊失色 连忙跑回殿里 慌张道 公主 是七殿下 七皇子杨元赫 只横眉心微宁 他来干什么 想着 杨元赫已经踏进吴城宫 他一身奢华贵气 眉宇样笑 唇边勾动一丝轻浮 全无皇室的高洁 金贵之气 只横与云儿 一同低声 参见七殿下 九妹何必这样多礼啊 杨元赫说着 伸手扶过只横 只横一愣 杨元赫趁着扶他之际 将他冰凉的小手 握在手中 只横欲摇抽离 他却更加用力 他眼眉挑动 目光里尽是轻浮 放浪之气 只横眉一簇 七殿下 请自重 自重 杨元赫碧弯一横 轻而易举地 将娇弱的女子 拥入怀中 你在勾引里招难之时 可曾想过自重啊 只横一愣 杨元赫鼻息渐渐 闭目清秀他身上淡淡幽香 我的好妹妹 你这用的是什么想 怎么 我从未闻过 说着嘴唇贴上纸横血紧 云儿忙上前道 七殿下 你 走开 退下 杨元赫紧固着怀中的纸横 立目看向云儿 云儿慌张地看着纸横 纸横被他前置 动弹不得 七殿下 你我 你我同为皇室之人 三可 你怎么可以 纸横语无伦次 他本想说 你我同为皇室血脉 却知道 没人愿意承认 他也是皇家公主 然而杨元赫 却明白了 他忽然黑黑大笑 笑得张狂无比 笑声不止 他便打横将纸横抱在怀中 向内殿走去 纸横几乎流泪祈求 七殿下 童葱 你想说我没有血缘 不可以 是不是 杨元赫紧依然大笑不止 将纸横放在简陋的临床上 速白思慢落下 隔绝了本便暗淡的光线 不 七殿下 七皇子杨元赫行指浪荡 纸横一有耳闻 却不晓得竟是这般明目张胆的放纵狂妄 云儿追起来 七殿下 求您 云儿扑通跪倒在地 杨元赫却撕扯开纸横 阴飞色绸衣 露出白玉香金 杨元赫目光骤然一亮 呼吸紧促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他的唇覆下来 纸横无奈叫道 七殿下 不行 住手 杨元赫抓紧他的双手 紧固在头顶 纸横妆已经被泪水打乱 目光哀怜 杨元赫的眼中 又灼灼利火 仿佛请客 便欲将他占为己有 就是这个 你知道吗 那天在洛幼宫 你披纱落地 露出街来 我才发现 这么多年 我四处寻访各色美女 且原来角色美女就在宫中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 无尘宫里的九妹 竟美成了这样 让人 让人受不了 说着 她的唇覆下来 指痕狠狠一咬 杨元赫吃痛 一惊抬眸 她抹去唇边一点血迹 眼里怒气 随即消灾 又变作贪婪 难怪 难怪连李昭男都找了你的道 杀了你的床 楚楚 楚楚可怜里又带着几分倔强 九妹 你太迷人了 你越是这样 我越有兴趣 不 齐殿下 我是你妹妹啊 指横泪珠 一滴滴落在宿巾枕布上 咬唇哭泣 妹妹 哈哈哈哈 杨元和傅游大笑 看着她 如果是妹妹 那更好了 更刺激 如果 指横一正 看向她 她却丝毫没有留意 指横的异样 一双大手 游遍指横 柔软胶躯 越发不可克制的情欲 令她全身颤动 迫不及待地 撕扯开指横的一群 指横几乎绝望地看着她 不 不 齐哥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叶黄飞 她不敢叫她齐哥 却无能为力 她只是想提醒她 她是她的妹妹 突然 一声闷响 指横一惊 只见杨元赫 浴火纷飞的双眼 骤然一直 她缓缓回头 C级倒下身去 指横看见云儿 颤颤地站在身后 手中紧紧握着 洗衣用的棒处 指横起身 将凌乱的仇衣拉起 遮掩住身躯 云儿望着昏洁过去的杨元赫 全身颤抖 将棒处掉落在地 泪水垂着落下来 怎么办公主 怎么办啊 指横慌了 在这吴尘宫 只有她和云儿两个人 如今杨元赫昏倒在宫中 若是带她醒来 不但自己凌辱难逃 就是云儿 恐怕也难逃厄运 指横迅速冷静下来 看着云儿 云儿 想来她做这等见不得人之事 定不会身边带着人 你我将她搀扶出去 越远越好 吴尘宫附近少有人往 将她放在一处 待她醒来 就算回身问罪 你我不开门便是 她总不至于砸门进来 云儿点头 指横穿衣下床 脚下却易软 云儿连忙道 公主 指横摆摆手 我没事 二人于是将杨元赫扶起 还好杨元赫并不十分强壮 两个柔弱女子 虽然吃力 却也将她扶到了 去吴尘宫不远的地方 再向前走 只恐来人较多 容易被人发现 指横道 将她放在这儿吧 高树下 春风渐渐润和了 散尽了昨夜雨的寒气 指横与云儿气喘吁吁 正欲离开 却听见身后一人大喝 站住 指横与云儿回声 只见一个内奸 匆忙跑过来 看见树边的杨元赫 忙大声叫道 来人 来人 不好了 七殿下昏倒了 说着 那人便低声 在杨元赫身边 焦急地叫着 七殿下 七殿下 他拍拍杨元赫的脸 掐住人中 杨元赫惊醒 似着望望 忽然惊讶地站起身 本王怎么会在这里 那间忙道 殿下 小的见殿下 迟迟不归 便过来看看 谁知道 杨元赫似是想起什么 呼得看向指横与云儿 指横与云儿靠在一起 云儿吓得不敢抬头 杨元赫目光冰凉 很生生的 指横看着他 只是不语 杨元赫咬牙道 哼 竟就不吃吃法酒 不是好歹 指横还未接回神 指剑椅子不远处 围上一众兵位 纷纷败倒在地 参见七殿下 来得正好 杨元赫瞪住指横 指横不由得全身一礼 杨元赫冷笑道 来人 把九公主和这剑臂拿下 九公主不知廉耻 工人勾引本王 本王不随他回吴臣宫 他便连同侍女云尔 将本王打晕 欲要将本王强行 带回吴臣宫 然后栽赃陷害 一具具竹刀 一字字伤人 杨指横不可置信地 看着杨元赫 他不曾想 他竟可以如此颠倒黑白 信口雌黄 这个皇宫中 没有人将他当作公主 兵卫们毫不犹豫地 将杨指横与云尔压住 杨元赫一声令下 带到春暖阁 想必父皇此时 也正在那儿 倒要让父皇和歌妃 来给拼个礼 杨指横看着他 杨元赫得意地 走进他身边 低在他的耳迹 轻声道 不从我 就是死路一条 指横切直道 下流 杨元赫大笑 甩袖而去 命内间 将自己最能搬弄 是非的母妃灵妃 一请到春暖阁 春暖阁中 熏着淡淡鸟鸟的木箱 烟气缭绕 寒郭花开的季节 春暖阁连池中的莲花 四地绽放 满园轻易 各成立志 春暖阁中 歌妃泡了红枣茶 与皇帝一起 站在桌岸边 桌岸上放了 纯白素景 杨指寒 站在父皇与母妃中间 纸笔苗画 那一笔一韵 勾勒着莲花 青艳的美好 好似这四月时节 便在他比较绽放 沾湿了天际一抹带云 随而不见 阳光洒进来 照在素景上 仿佛便是一幅完美的风景 栩栩如生 恐怕这宫中 便只有朕的昭阳 能画出朕最喜爱的莲花情欲 皇帝嘖嘖赞许 歌妃不无赞叹 是啊 咱们的昭阳笔法 又精进了呢 父皇 您最爱莲花 所以为我起一个 韩字为名吗 杨指寒看着父亲 细眉柔化 杏眼流波 华贵之锦 暗闻缠之莲花裙 颤着他的娇贵典养 皇帝点点头 眉眼弯弯 那是自然的 可妃是朕的最爱 你的名字 自是喊着深意的 那 指寒与母妃 父皇更爱哪一个呢 指寒娇声道 皇帝一震 随即笑开来 都爱 父皇都爱 说着 门外内奸 进门禀报道 皇上 灵妃七殿下 和 和九公主求见 听到九公主 皇帝的脸色 历时阴沉 笑意尽脸 何事 皇帝沉声道 莱青小心打道 这 见来清犹豫 皇帝于是道 先吧 尚未见到人 便听见 灵妃的声音 悲轻轻传来 皇上 您可要为 圆河做主啊 皇帝与歌妃 互相望了一眼 歌妃一身景贵 是今年皇帝 才自南越国 交还而来的雪仇 灵妃进门见了歌妃 神情不自觉一致 歌妃原本便美艳如鲜 雪仇为一 更是旁人难以匹敌的自容 歌妃笑道 姐姐这是怎么了 灵妃瞥她一眼 怎么了 那还要问问你生的好女儿 这是下戒 她一语双关 瞪歌妃一眼 歌妃看向一边 被冰尾压制的纸横 原本柔似春水的眼神 豁然冷若冰霜 纸横 你又做了什么 你怎么便不能洁身自好 好好地待在无尘宫中反省呢 纸横心中一痛 母亲向来不分青红倒白 一味便认为是她的不是 她看向父皇 父皇威严的脸阔 被阴云拢着 眉心紧促 眼神如刀似剑 恨不得将她一剑穿心 纸横心头冷透 这架势又何须再说 一定是杨元赫怎样说 他们便会怎样信了 杨纸横走上两步 依托着滑贵的血仇 鹰落叠瞻流苏荡漾 趁着她的娇眼 她走到杨元赫身边 七哥 到的是怎么一回事啊 杨元赫瞪着杨纸横 向皇帝禀道 父皇 今儿个儿臣携来无事 在宫中闲走 无意间遇见九公主和侍女云二 九公主见了儿臣 便言语勾引 儿臣想走开 她便扯了一斤 若儿臣再敢走 她便大叫 她要儿臣随她回吴臣宫去 儿臣怎么也不肯 那个鬼一样的地方 儿臣可不敢去 于是侍女云二 便将儿臣打晕 又要将儿臣脱回吴臣宫 想必之后栽赃陷害 幸好长子赶到 叫人将儿臣救下 否则此时 儿臣一定被人破了一身脏水 还哑口无言 没错 儿臣是喜欢女人 可这段下贱的女人 儿臣还没有兴趣 杨元赫说得言之凿凿 那大意凛然的神情 便仿佛一武一十 毫无虚言 灵妃一道 是啊皇上 你可要给元赫做主 你看元赫的头后 那样大的一个包 皇帝迎着脸走上几步 轻摸元赫脑后 果然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包 皇帝龙目一冷 回首便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一边的纸横甚至没有反应 已然红皱了脸颊 那响亮的声音震人心房 纸横举眸看他 父皇的眼光 几乎将自己焚收 这世上 仿佛再没有他才好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夜皇飞 作者 悠然 演播 夜离 后期制作 野心 第五集 不 不是这样的 云儿哭着道 明明是七殿下来到吴城宫 想要侮辱公主 还说 还说 住口 贱婢 灵妃上前一声恶痴 哪里轮得到你说话 难道 那李昭南也是自己爬上洗床的吗 皇上 歌妃娘娘 散开 算了 云儿 只恒低声叫住云儿 云儿看向她 只恒 恒然一笑 别说了 没人会相信 公主 云儿泪流满面 却只能闭嘴 只恒羊毛 看向父皇与母妃 面无表情 父皇与母妃 想要如何处置 尽管处置便是了 但是 七殿下是我打的 云儿无关 还请父皇母妃明鉴 不知羞耻 皇帝一声低吼 你连昭阳的一根头发都不如 还不知羞身养性 尽做出有所皇家颜面之事 即日起 没有朕的命令 九公主 不得踏出无尘宫半步 否则 大数天牢 终身不得赦免 父皇的每一个字 都坚决地毫无犹豫 只恒心地冷笑 自他出生 他们便剥夺了他的所有 如今连仅有的自由 也被夺走 他静静垂手 恭敬道 谢父皇 皇帝甩袖 怒气难平 歌妃只是冷漠地望着 人人都说 歌妃性子柔婉 心地纯善 罪得天子之心 可是母妃 为何我却看不到 你柔婉与纯善 看到的 只是你的冰冷无情 杨指寒淡默地看着她 不懈地转身 至周岸前 勾画她未完成的 画景 父皇说得对 她的确连杨指寒的 一根头发都不如 在父皇与母妃的眼里 她比这杨指寒的 一根落发 还要更渺小 指寒看着歌妃 对视的目光里 细碎的冰冷 暗自宁解 指寒与云儿回到吴晨宫 才踏进宫门 便觉得周身一软 她向一边倒去 云儿忙扶起她 公主 指寒强子支撑 快扶我 到床上躺一下 昨夜的一场寒雨 雨彻夜未眠 早已经令她身体难成 此时终于再也不能支撑 云儿扶着她躺下 公主 您怎么样 可要紧吗 指横闭目 泪水自眼角滑下来 她不语 只是双唇颤抖 云儿看着不由心酸 公主 为什么你不解释 为什么 即使有何用处 还不是徒劳 也许反遭羞辱 公主 你到底要紧吗 您说句话呀 云儿焦急道 要紧又怎样 从小到大 没有云儿愿意为她诊病 只要她没有病的快要死掉 只能独自染过去 熬过一次算一次 索性 她并不常生病 公主 云儿摸着纸横的头 公主 你一定是受了风寒了 头好烫啊 没事 云儿 你看 能不能去弄一些青粥来 纸横终于说话 云儿道 好 我这就去 纸横头疼欲裂 晕现得想吐 周身绵软无力 振振心急 自己这是怎么了 说是风寒 却比每一次都来得猛烈 心中莫名凄苦万端 不禁设想着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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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的一首次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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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心内悲苦再也不能忍耐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元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